优优独播放 那场一些高中球员,发出了一份神秘邀请见新闻配图,那么,我现在为洛杉矶湖人队效力,当我回到家乡对证赫利夫来,我要邀请你们前去观赛,既然你们在家乡敞开怀抱迎接了我,当我回家时,我希望你们都能前来看我打球。 詹姆斯说道,得知这一席讯后,这些小球员们都激动的不断尖叫跳跃,出发着勤奋之情。 根据新赛系赛成安排,胡人将于北京时间11月22日客场挑战骑士,在NBA法国官方发布的一段视频中,詹姆斯最后还对这批篮球少年致辞道, 法国国度,你们太难以置信了,过去两天来我与你们共度时光,你们认为是我激励了你们,但你们也为我带来了继续奋斗的动力,所以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,既然你们都是高中少年,你们总有责任为社区做傻事,总有责任为年轻一代的后辈们做好榜样。 过去两天理我所讲的话就是如此,继续努力,继续回馈,继续做好自己,在学校里在接待里,因为有许多孩子在寻求动力,他们以你们为榜样,他们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或朋友,可能是任何人,因此,法语,谢谢了。 目前,詹姆斯已经结束今年的世界新活动,返回美国。